法税改革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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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排卖 排起门修行与定定 为法收归挂腰 为法官员 良心在哪里 功利人全正义在哪里 中文字幕提供 台湾最高法院 盼却无罪无千税 过水去才真不违背 这小水淡的沉默 过水去为法强行排卖 看起门修行与定定 为法收归挂腰 为法官员 良心在哪里 功利人全正义在哪里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什么台湾最高法院 台湾最高法院 盼却无罪无千税 过水去才真不违背 这小水淡的沉默 这小水淡的沉默 过水去为法强行排卖 看起门修行与定定 为法收归挂腰 这小水淡的沉默 正义只是良心大团结 不为共力 人全向开平 因正义 只是良心大团结 不为共力 人全向开平 在台湾 我们在冬天的沉默 看到了在沉默的沉默 或沉默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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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沉默的沉默 的沉默 在一国的自由 在一国的自由 像台湾 这一条沉默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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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而且 我们继续继续继续 我们继续继续继续 这些声音 会不会在沉默 直到正义的沉默 会不会在沉默 这个多达上万人的公益文化团体 太极门 早在2007年 也就是民国96年 就由最高法院三审判决 无罪 无欠税 但是我们的国税局 竟然可以不遵守法院的判决 国家行政单位 在行政诉讼中打输了 竟然说法院判的不算 这不仅让我们这些守法的人民 觉得不可置心外 看到国家行政机关的公然不守法 试问我们的国家 还有民主法治吗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太极门这桩冤假税案 它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假案 就连最高法院经过缜密的调查 最后判决太极门 确定无罪无欠税 在2009年 也就是民国98年 太极门师徒也获得冤逾赔偿了 但是太极门被无中生有的假税单 却仍然存在 并没有因为法院的判决胜诉而终结 太极门冤假税案至今已第26年了 不仅没有获得平反 甚至在2020年的8月21日 太极门在苗栗山区的修行圣地 竟然被行政执行署以及国税局 联手违法的强行拍卖并收归国有 国家强抢民产 也触犯刑法第129条违法征收罪 那太极门受迫害至今已第26年 仍没有获得真平反 一个上万人的团体都能被政府迫害至此 那换做是一般的小老百姓该怎么办呢 这里就有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 有一位在补习班担任班主任的吴佩纯小姐 在民国86年 原本想要买下当时她所任职的补习班 虽然吴小姐和补习班没有买卖成功 但是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 这位想买下补习班却没有买成的吴小姐 国税局竟然要求她要补缴当时那家补习班所欠下的巨额税单 更可怕的是连补贷罚共320万元 尽管吴小姐提起行政诉讼并且胜诉了 但国税局却持续地发出违法税单 国家的行政救济无效 就算胜诉了仍然无法撤销这张乌龙税单 冤案至今已长达20多年 也仍没有获得平反 吴小姐因此得了忧郁症 还得了乳癌三期 因为国税局仍把错误的税单硬是算在她的身上 这位吴佩纯小姐最后连要化疗的救命前 都被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了 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多的税灾冤案呢 最大的原因是每年国税局都会编列上亿元的税务奖励金 因此导致了税务员为了奖金滥开税单 迫害人民权利 反观美国公务人员是不可以领奖金的 因为这样官员们才可以依法公正行事 台湾也应该要废除掉这样不合理的奖金制度 在立法院的时候我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我们国税局 竟然可以编列上亿的预算来做他们的这个查税奖金 我那个时候就要把这个奖金要全部都删除 全部删除因为这个实在太不合理了 怎么我们的国税机关是把我们的百姓当成小偷来看呢 这完全是不尊重我们台湾百姓 这样子的一个预算既然我们立法院可以通过 过去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通过的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光那个查税奖金的部分 财政部部长一年可以分到两千多万 所以大家觉得这样合理吗 那在不合理的情况 我们的国税局为什么拼命的在查税 就是这样的原因出来的吧 因为有这样的奖励制度嘛 那我常常跟国税局的人员在沟通 我说你们很奇怪你们怎么可以老是把人民当成这个小偷在查 那你们本来就是公务员本来就负有这个义务 就是对于这个税务的部分要去做稽查 但是呢你们还给予另外的奖金 那我们平常公务人员都没有了 那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一个制度跟政策吗 那国税局的人其实他们那时候就一直讲说 我们现在这个基层的这个查税人员非常的辛苦 他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查税奖金才有办法生活 其实这个也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 为什么别人也是公务员 人家就没有奖金 为什么你们这个查税的人员就一定要有查税奖金 这个完全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政策 那当时我把这个删除之后呢 其实那个时候也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所有的包括院长都把我叫去 说黄文玲你这个案子你这样子弄可能不行 我非常坚持我说至少在我立法院的期间 我就一定要把这个部分我认为就应该要删除 哪有一个财政部长一年可以领查税奖金 2000万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 那他都不用做事啊 就有2000万的这个奖金可以领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不合理 所以呢我们在立法院的情况呢 希望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国税局的一些冤案的部分 我们的这个行政部门其实应该要来解决 那也应该要从立法来解决 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案子已经撤销了 国税局还可以另外再行处分 这个案子是完全没完没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不应该的一个情况 因为行政法院已经做了这个撤销的一个判决的话 其实很多的案例相关的行政单位 其实就不应该再做判断 现在的法官其实你看到他的判决书 其实完全都是背离法律的原理原则 那包括我们的行政机关 其实包括国税局所做的这个税务的这些处分的部分 其实也都是没有根据法律的原理原则 那这些东西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司法制度 包括我们立法制度包括行政部门的部分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我20年前开始在当律师的时候 国税局第一个来找我 他说这个黄律师 你们这个事务所的这个税务的部分 他说律师绝对不能报交际费 那我心里就在想 因为我们的人员就告诉我说 从税务的观点是可以的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连你们查不到的我都报了 我还能够讨什么税呢 那我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在想 原来我们当律师的 他都可以来找我们麻烦了 那你看一般的小老百姓怎么办 一般的企业怎么办 但是我们目前最多的企业 都是因为协商的案件 因为他觉得很麻烦 我不想再跟你们在那边纠缠了 所以好吧你20万我就给你了 30万给你50万给你 我们的税金就是这样子 这是非常让人家匪夷所思 税务的改革如果说只是口头上讲讲 司法改革也是这样 司法改革如果没有把税务改革纳进去 那都是假的 那个是整套系统的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说 在整个政府的一个制度下 应该要做通盘的一个检讨 司法改革的国事会 既然大家都非常重视的话 不是只有司法部分而已 应该包括行政立法的部分 应该全方位的来做 你光司法改革 你就只有改革这个里面的这些法官 或者是检察官 但是这些东西只是小部分的情况 但是呢我常常都觉得就是说 法院的判决其实很多都是背离了 我们所谓的宪法所保障人民的 基本的权利 这是不对的 所以政府应该要站在百姓的立场 要站在这个我们所有的人的立场 来去做这个相关的制度的一个修订 那这样子国事会议也才会有意义 否则我们司法国事会议就是沦为空谈 谢谢 称民主法治的台湾 因为少数贪图奖金的官员造成冤案不断 虽然我只是一名大学生 没办法以一己之力完成改革 但我今天愿意站出来贡献我的一份心力 因为我知道参与这些改革活动 能使台湾人权更进步 改革的路上需要全民一起团结 一同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 唤醒政府的良心 让台湾因为你我的努力变得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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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